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评定天下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剖析近期电动车和国际局势的最新动态 首先 欧盟即将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达35.3%的惩罚性关税 这一决定将对中国电动车出口造成重大影响并引发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 接着 我们会看到马来西亚如何在贸易紧张局势中寻求保持电动车行业的竞争力 而中国的Hosen则在香港IPO中表现出色 显示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雄心壮志 随后 特斯拉与中国电动车制造商之间的自驾技术竞争也越演越烈 究竟谁能在这场技术与市场的较量中胜出 而中美两国的电动车关税讨论又将如何影响全球电动车行业的格局 此外 我们还将关注南海的紧张局势 中国导弹艇追逐菲律宾船只的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北京在该地区主权主张的担忧 而这一行为是否会进一步升级为军事冲突 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 我们会带您回顾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中的外交政策要点 看看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 这些议题将如何影响选民的选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电动车市场的国际博弈 中国与欧盟的角力 在电动车市场迅速增长的今天 中国与欧盟的角力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10月4日将是一个关键的日子 欧盟27个成员国将投票决定 是否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高达35.3%的惩罚性关税 期限长达5年 这一决定将对中国电动车出口造成重大影响 尤其是在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中国政府自然希望能够避免这一结果 但欧盟官僚们的立场似乎已经固化 这一政策的背后不仅关系到中国电动车企业的命运 更是全球电动车市场秩序的一次重新洗牌 在这个全球电动车市场的竞技场上 马来西亚也在努力寻求自己的位置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长政国辉表示 马来西亚必须小心应对全球贸易的紧张局势 通过对本地制造商的激励措施来维持其电动车行业的竞争力 并吸引外资 这表明马来西亚希望在全球电动车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并不断推动本国的电动车发展 在香港方面 Holson新能源汽车的上市计划进展顺利 这得益于市场情绪的改善 以及公司急于在海外市场销售更多电动车的需求 这一消息无疑为Holson的未来发展注入了信心 也显示出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在国际市场上的雄心 Holson的成功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胜利 更是中国电动车行业在全球市场中稳步前行的缩影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通过折扣和促销活动 成功在9月份创下了新的月销售记录 包括比亚迪、领跑汽车、理想汽车、小鹏汽车和极客在内的五家企业 这一现象显示出中国电动车市场的竞争激烈 厂商们不断寻求吸引消费者的方式 这不仅是市场策略的较量 更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一次大考验 特斯拉与中国电动车品牌的技术战 特斯拉作为全球电动车的领军者 其在中国市场的地位遭到了中国本土品牌的强烈挑战 在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上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不予余力地投入资源 努力追赶特斯拉的脚步 这场技术战不仅关系到市场份额的争夺 更是对未来自动驾驶生态系统的主导权的竞争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将与美国商务部长的吉纳雷蒙多 讨论美方对电动车的限制 这一会谈标志着中美之间 在电动车领域的合作与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次会谈的结果将对中美两国 在电动车市场上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国内价格战的加剧 中国的电动车出口商和经销商 在国内外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根据海关数据 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海外市场 也在削减价格以保持竞争力 这一情况使得中国的电动车出口商 面临双重压力 既要应对国内的价格战 又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南海局势的升级 中国与菲律宾的冲突 在南海 一个新的紧张局势正在浮现 中国的导弹艇 最近在半月交追逐菲律宾的船只 并对一架巡逻飞机发射激光 这一事件 发生在备受争议的半月交附近 让人们对北京在这片水域日益增强的主权主张 感到担忧 半月交位于巴拉望岛以外 约60海里 111公里的地方 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分析人士警告它 可能成为军事空军基地的潜在来源 当地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的一架塞斯纳飞机 发现中国海警船和导弹艇 正在追逐两艘菲律宾的渔船 菲律宾当局报告称 其中一艘中国船只还对着塞斯纳飞机发射了高强度激光 这一行为被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亚历山大·洛佩斯 形容为对菲律宾飞行员安全的严重威胁 洛佩斯强调 中国导弹艇在该地区的存在是非法的 并表示他们没有权利跟踪和威胁菲律宾的民用船只 这并不是孤立事件 上个月 中国海军人员据报 阻止了一艘渔船在同一地区执行人道主义任务 北京被指控采取激进的灰色地带战术 例如使用水炮和高强度激光 试图在不引发明显冲突的情况下 强化其领土主张 国际舆论的反应 安全专家兼马尼拉国际发展与安全合作智库主任 切斯特·卡巴尔扎表示 中国导弹艇的行为违反了自由 开放和基于规则的秩序原则 他形容他们在半月交附近的存在位 异常和令人担忧 并暗示北京的目的是在菲律宾人中制造恐惧 卡巴尔扎警告说 中国在西菲律宾海的紧张局势扩大不会成功 因为这将扰乱生态系统和其他省锁国的共存 中国对半月交的兴趣 可能与其作为军事前哨的潜力有关 根据芝加哥量子顾问公司8月的分析 该交的地理特征 特别是其相当的长度 可能支持建设机场 这个长方形的环交 在最长处约位5公里 3英里 位于第二托马斯交以南 该交自1999年以来一直故意搁浅 作为菲律宾的前哨 半月交的战略价值不容小觑 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 穆罕默德、法伊扎尔 宾、阿卜杜勒、拉赫曼 将这一局势比作一场高风险的棋局 他表示 我们看到中国和菲律宾之间 在海上摩擦和外交行动的增多 但双方都在试图获得优势 同时又不想进一步破坏 已经紧张的关系 他指出 中国在半月交附近部署导弹艇 是对马尼拉及其盟友之间 加强军事联系的直接回应 特别是美国在菲律宾部署的 太风导弹系统 副总统辩论 外交政策聚焦 在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前夕 副总统候选人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瓦兹 和俄亥俄州参议员 JD、范斯于周二晚间进行了辩论 这场辩论被认为是选举前的最后一场 这两位候选人 分别代表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辩论的第一个问题 便关注到外交政策 特别是美国在中东冲突中 对以色列的支持 瓦兹并未直接回答 是否支持以色列 对伊朗的先发制人打击 而是重申了 华盛顿在保护以色列 和对抗伊朗在黎巴嫩 和加沙的代理人方面的重要角色 他批评特朗普 在2018年 退出伊朗和协议的决定 指责前总统的领导风格反复无常 而范斯则表示 以色列有权根据自身的安全需求 采取行动 并强调美国应该支持盟友 在中国议题上 两位候选人多次攻击对方的政策 范斯赞扬特朗普 结束与中国的自由贸易时代 并发起贸易战 他试图将特朗普 和哈里斯的贸易政策区分开来 指出哈里斯反对关税 瓦兹则强调 哈里斯的政策是针对性的 并反驳了范斯对哈里斯的指控 指出特朗普任内 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历史新高 这场辩论不仅是对外交政策的探讨 更是对美国未来方向的深刻反思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这些议题将在选民心中激起波澜 影响他们的选择 在这场全球博弈中 电动车市场 南海局势 以及美国的外交政策 无疑都是关键的战场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 是典型的保护主义行为 35.3%的惩罚性关税 欧盟这是要搞断我们的供应链呀 就像当年贸易保护主义顶峰时期 美国颁布了斯木特获利关税法 结果是什么 全球经济大衰退 欧盟这次搞这么一出 不是要搞死自己吗 楚天书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欧盟只是想保护自己的汽车产业 这和斯木特获利关税法能比吗 那可是1930年代的事了 而且请注意 欧盟的这一举措 是为了应对中国针对欧洲市场的倾销行为 你知道吗 比亚迪等厂商在欧洲的销售价格比国内还低 有点像是21世纪版的鸦片战争了 哎呀 谢琪琪 这可是21世纪 我们的电动车技术 可是世界领先的 你知道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吗 那可是离铁磷酸盐电池技术的巅峰 安全性和能量密度兼得 堪称新能源车的定海神针 要说技术含量 我们的车辆可是不折不扣的香波波 欧洲消费者抢着买 欧洲车企技术比不上 才想用关税这种小伎俩 哇哦 楚天书 你说的这么热血沸腾 我都快以为你是比亚迪的代言人了 确实 中国的电动车技术进步神速 但这也让欧洲车企感到威胁 你知道大众汽车最近的财报吗 净利润下降了30% 这还只是个开始 如果不保护他们的市场 搞不好欧洲的汽车产业真要变成细阳产业了 哈哈谢琪琪 你这话有点小家子气了吧 当年美国通用汽车 福特汽车在全球叱咤风云 谁能想到 他们会被特斯拉 比亚迪这样的公司压过一头 竞争促进进步 欧洲车企应该迎头赶上 而不是靠关税这种国王的新衣来掩盖自己的不足 要不然等技术落后更多时 关税就就不了他们了 哈哈楚天书 你这套竞争促进进步的理论我可不反对 但偶尔也需要给自己留点缓冲时间 不是吗 就像马来西亚投资 贸易和工业部长郑国辉说的那样 在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中必须保持开放 但也要通过对本地制造商的激励措施来维持竞争力 欧盟现在就是在给自己留点时间 让车器能有机会追上中国的步伐 不然全被碾压了 市场还有什么意义呢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